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关于有一位教授搞了一个老子经义 他把老子的一些话翻译成大白话 结集出版了一本书 据说是社科类的科研项目之一 古为经用 这个白话文我看了一下封面 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全书 看了一下封面和大纲 大概的意思是按他的封面来说 是老子向君王的谏言 就是老子给国王国君的一些忠告 说他犯有重大的政治问题 所以把他撤向了 撤销他科研补贴的项目 说白了一句话 这个项目就变成野生的了 对吧 极有可能不会再给他出版 当然了我们这颗可能会在其他其他渠道 看到看到最新的这个出版物 但是不是全篇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提要 他很多小题目确实很诱人 其实我觉得如果老子真要是把老子的话都能翻译成这样的话 其实讲的也很有道理 对不对 良药苦口 是吧 可能这个忠言直见不太愿意有人听 尤其是现代习胖这种人 他属于那种你说什么他都要犹豫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影射他 讽刺他 有可能还没到他面前 是吧 他下面的这些一层一层给他过筛子的这些小跟班们 是吧 主管新闻 主管宣传的 主管意识形态的 有可能就把他封锁了 就这个东西 虽然说现在闹出这么大一个动静 但习胖本人知道不知道很难说 这个东西从历史教训上来看 可能他本人还真不一定知道这个事 那么小标题里面有两个我印象比较深 是吧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轻弱 必然寡性 对吧 你见谁你都 你都答应 啥事你都敢承诺 是吧 完了以后呢 你必然做不到 这样他就会造成一个影响 就让大家觉得 就你这个老大说的话 不靠谱 是吧 逐渐逐渐人们就跟你离心了 对吧 这个事从习胖上台以来一直到现在 看到的例子应该来说是很多 第二句话呢 是世事公秦 就是我们讲的世必公秦 是吧 这个呢 他属于 君王所不为的 说到底一句话 这句话 其实就在影色 习胖担任了这么多个小组的小组长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习胖他是从文革这个连带过来的 是吧 文革文革期间属于遭受打击的 是吧 因为他爹本来给给这个建国以后啊安排了一个副总理的位置 是吧 不管怎么说给这个散北那么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们啊 一席之地 但是一根头就给他遮了遮了监狱去了啊 也删掉了 其实为什么要删他呢 就是一句话 王侯将相 邻友总乎 是吧 这句话其实你删的也没用啊 对吧 中国历朝历代 他就是身份角色可以变化的这么一个阶层 招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对不对 从这个隋堂开始 中国进入了考试选官 就是进入了科举的时代 到1905年科举被废止了 那么现在呢 现在搞的这个公务员考试 它其实不也就是现代化的科举吗 对不对 那么中国的角色变换中呢 有两个人其实大家印象应该很深 是吧 你宋朝其实有俩都是武将 是吧 一个是岳飞 岳飞在这个出名之前 他当过贼配军 是吧 面刺八字 脸上刺了八个字 八字军 但是他死的时候 是吧 39岁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呢 他死的时候 家里已经有了万亩良田 那么你想想 一个小兵 怎么会有这么多田地呢 对吧 你不管他的功绩也好啊 他在历史上被人们的定位也好 那么他靠什么来获取万亩良田的呢 对不对 就是靠军功嘛 对吧 他靠自己的武勇 换取了财富 可以留给后代 当然了 他遮进去以后 这些 这些田地归谁就不知道了 是吧 中国历朝历代 一旦处罚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剥夺你的财产的 大多数情况下 先抄家 后灭族 岳飞死的时候 他儿子也跟他一阵挂了 对吧 同时还有个狄青 其实也是这个样 对吧 狄青一直做到这个 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 对吧 做到负书密使 皇上都已经给他 可以洗掉脸上 刺青的药水了 他都没有用 对吧 狄青不可为孝 他可为将 等他到了中央 这个决策就接成了 每个人都在怀疑他 甚至无理由的怀疑他 怀疑他完了以后 他去质问人 这些文官就回答他一句话 因为你是武将 所以我们怀疑你 万一 万一你要是 搞这个军事政变 是吧 推翻朝廷呢 是吧 黄袍加深 对吧 宋朝来路本来就不正 所以宋朝这种事多得很 那么到这个明朝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 角色变换很快的一个人物 是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袁从焕 袁从焕这个人呢 他历史上的功绩 是吧 就是功过难定 有很多人是为他平反的 所以袁从焕是一个忠诚 对吧 当然了他 他有一些确实是 自说自话的 是吧 历史上对他的评判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他的人生 或者说他家族的这个 经济地位的变化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而袁从焕大言 是吧 跟从真说 五年平了 对吧 他马上就跃身为 三平大元 他原来呢 原来只是一个七平 是吧 掉到中央的时候 暂时给他定了一个四平 到寄疗都市这个位置上 就是三平 是吧 后来 后来寄疗都市这个 等级都是一平大元 其实他就是属于那种 连身三级的 就通过他的议席 豪言壮语 从真就相信他 让他评疗去了 那么他评疗 到了东北战场 第一年没有什么作为 但是他整个家族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因为他的兄弟第二年 就他当寄疗都市的第二年 就已经成为广东 最大的盐商之一了 那以前他们家是没有 没有卖过盐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小官员 小官员的亲属 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 大盐商呢 对不对 其实中国历史上 就是这么搞笑 你稍微有一些 能够得到中央政府 任用的这些才能 哪怕是靠欺骗手段 得来的 马上你就飞黄腾达 家里面就鸡犬升天 所有的这个头线 是吧 来这个把田地寄到你 寄放到你家 是吧 他可以免去摇富嘛 对不对 他可以让你入干股 是吧 任何一个买卖 所以说把你抓进去 一分钱不让你出 只要你当个名 是吧 就OK了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 那么往往现在呢 就出现这些问题了 很多人 他就在考虑 中国古代的一些 制政的模式 是不是对今天有帮助呢 对吧 我记得这个 这个这个习胖刚上台 2012年刚上台 2013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一位流亡的文人 就发出了一个喇 是吧 中国离地质并不遥远 当然了 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上来理解 是吧 说到底一句话 现在我们看到的 其实真的离地质不远 习胖不仅仅安排他的手下 紧锣密鼓的搞这个 在古代典籍中 是吧 试图能找到 加固他统治地位的这个方式 同时呢 也非常小心谨慎的 防止有人 利用古代的典籍来反对他 说到这 我说两句题外话 这两天我很郁闷 为什么讲郁闷呢 因为 我这个人可能不太讨人喜欢 也不知道 观众的爱好在哪 我喜欢抽烟 哪怕天黑了 只要有条件 是吧 旧的这个走廊的灯 是吧 还有一哥们给我给我从深圳发来的一个背景灯 我都希望能坐在外面聊天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抽根烟 我是一个典型的烟名 对吧 到了美国来以后我也没有借烟 其实我在美国可以买到烟 超市就有的卖 就这个 9块6一包 含税吧 96美金一条 知道吧 随时随地可以在超市买得到 所以我不需要戒烟 对不对 那么无非是抽烟比较紧张 就是很多地方你不能抽 对吧 你比如说家里你不能抽 是吧 美国有90%的房东 他租房子给你的时候 他是不允许你在家里抽烟 当然了你也可以偷偷地抽 是吧 我们就实话实说 那么我呢 尽可能就是在外面抽 而且你身边有未成年的时候 你绝对是不能抽烟的 我难得在家 我在院子里 我可以抽根烟 轻松一点 你聊一聊 我想说的话题 我觉得不犯计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而且看我视频的 应该没有孩子 对吧 不存在这个 引导未成年的问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再老提这个事 短时间内 我没有考虑过戒烟 最多也就把烟戒了 换血加醜 这个可以 第二个呢 就是 我看到有很多批评 很多批评 这些批评呢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 说的没什么错 说我这个人反对革命 其实我是反对革命 知道吧 中国不缺革命 从桑汤灭夏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汤武革命 到现在为止 三千年 中国历史上不缺这个东西 我觉得革命 不要你喊 启蒙造反 是吧 有这些呼声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不奉劝 任何人 去做勇士 是吧 去做烈士 反抗这个政权 其实很简单 我已经说了很多 很直白的方法 你把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的房子卖了 老老实实回家 在你家乡的周边 买一套房自己住 对吧 你把你所有的人币资产 从银行取出来 换不成美金 你换成黄金 哪怕你买点大豆 是吧 这是什么 这叫挤兑 说到底一句话 我现在说的是你能做到的 我从来不说那种 让别人去抛头颅 撒热血的事 因为我做不到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对不对 不是说革命了 我来跟你们一阵 同甘共苦 是吧 杀头我先 坐牢我先 可能吗 对不对 很多人他根本就没有胆子 除了叫唤两声 叫唤两声革命 你让他放弃美国国籍 可能吗 很简单呀 对不对 只要你申请 你说我要退出美国国籍 税务部门 美国大使馆会先找你谈 对吧 谈的过程中间 他会登记你所有的信息 包括你的家属的信息 完了他会问你 是不是欠税 如果说你不欠税 然后你确实有退出 美国国籍的这个意愿 其实美国国务院 绝对是同意的 而且他会第二次约谈 一般两次约谈 间隔大概三个月左右 他会第二次约谈 约谈以后坚定 你能坚定这个信念 其实他是同意的 而且每年他都会发一次公告 就是有多少人退出美国国籍了 是吧 你说你放区利卡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说我再回中国 是吧 我潜伏进去也好 偷渡进去也好 还是我这个抓的 已经失效多少年了 中国护照 中国身份证 回国带领群众闹革命 其实中国人都欢迎 中国人非常希望 有一个英雄 哪怕是 像贞德一样 虽然 生命很短暂 但是教皇 教廷也给他平反了 对不对 烧死的 不是妖女 现在把它定义为叫 真吕胜德 对吧 你说外国的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行啊 你像这个项羽学啊 对不对 身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至今是项羽 不肯过江东 谁写的 千古以来 就这么一个女诗 对不对 当然他主要是词人 是吧 他写的诗 很少流传于世面 但是这一首 很多人都知道 这是李清照写的 像项羽一样 用短暂的人生 照亮我们 反抗道政的 这种道路 灭秦最大的功劳 就是项羽 天天喊着革命的人 你们做得到吗 做不到 就老老实实 做一些 开启明智 是吧 自认为你们是觉醒的 唤醒更多的人 就了了 不要在那装 你不是革命家 除了对的镜子 你想象一下 幻想一下 革命以后 你能享受革命成果 万人 簇拥着你 欢呼着 喊着你的名字 其实 真实的 现实中 你最后听到的 只会是一声枪声 因为职位太少了 总统只有一个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